動作冒險遊戲《索尼克未知編劍》 即將於2022年11月8日推出 先前酷尾本編輯也在2022東京電玩展中 搶先為大家帶來現場試玩報導 而在日前SEGA台灣所舉行的媒體試玩會中 也提供了15分鐘的限時時機遊玩 這次酷尾本編輯將透過影片為大家介紹 索尼克未知編劍的新動作魔控迴圈 魔控迴圈是運用索尼克的移動軌跡 打造出能包圍事物的光彈 除了在地圖上有些機關需要透過魔控迴圈啟動外 魔控迴圈還能應用在戰鬥上 玩家可操控索尼克將敵人跨圈包圍在魔控迴圈中 再搭配上技能連擊 體驗到不同以往索尼克遊戲的戰鬥樂趣喔 對於索尼克未知邊境有興趣的玩家 不妨可關注CLIP後續相關報導 遊戲可解決了 尾本女要在戰鬥上 他有用在戰鬥上 跳舞圈中 手放鬥上 他說